大家好,今天要來介紹爪王諾這張大獎 首先第一個,他隊伍建議組純光的隊伍 如果你不是純光的話 隊長技全隊的生命攻擊回復1.5倍 那雙隊長就差了2.25 這邊再來看隊長技,他說消除角色或種族符石的時候 全隊會額外再3.8倍 那如果正副隊長,其實這個傷害差非常多 反之如果你沒有達到這個條件的話 你的傷害可能會有點感人 然後針對角色符石跟種族符石 爪王諾實際玩起來應該都是以角色符石為主 不需要帶任何的卡片,免一回合拉角色符石 就可以很穩定的吃到這個倍率 那種族符石,我認為是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之下 例如說紅綠燈,我可能沒辦法去拉角色符石的狀況之下 或者是一些情況你不能拉角色符石 那就可以依靠種族符石,來繼續維持這個倍率 甚至說,其實爪王諾的主動技 他就可以來去生產種族符石 他有一個最低限度,還是能夠產種族株的能力 只是通常的情況還是以角色符石為主 那一定也有人問了,那角色符石跟種族符石哪一個更好 簡單來說還是角色符石,因為你拉下來的話 還會額外再延長4秒必然延長秒數 以及你無視黏符的符記 那上面可以看到說他已經延長3秒再延長4秒 直接給你延長額外7秒鐘的轉租時間 那他算是轉的會非常順手 那再來是組隊上的個人建議 因為進場光屬性裡面的龍類會直接-80CD 這實在是太吃香了 包含他自己也會吃得到 不過可能先發隊友人會先考慮光屬性的龍類 至少帶個一兩隻,吃到這個進場前的CD為主 這邊也直接介紹我個人推薦的一些名單 第一個光龍使 在逸轉後他有不錯的三圍 又有一個固定版面 然後以及光屬性也有兩倍的傷害 整體來說算是幫助非常的大 而且剛好CD8進場就可以開 然後再來是顆雷 他在遺跡特許可以取得 他的特點是短CD可以排珠 然後算是優化版面、光暗星的版面 而且剛好光暗星都是傷害珠嘛 然後第三個要說的比較特殊 是之前的輪迴之主光夏 他的第一招就是反彈用 一個算是檔史 但是第二招 比較特別的是 他配合進場-8的CD 然後他的技能又可以讓龍客直接存滿 代表他是一張可以讓 爪娃諾一進場就開龍客的一張 特殊功能卡 更不要說他還有雙招可以使用 然後第四個要介紹的是 之前合作的吉多拉 他的技能也是非常實用 他這邊快速帶過 然後第五張比較特殊 他必須在純龍類隊裡面的話 我覺得效果比較好 會有1.6倍無視弓錢 跟無視無數盾 我認為在解盾上才是比較需要的 在一個全龍配置的情況之下 我才會考慮帶他 然後再來其實龍隊 我認為就這些算還不錯 啊除此之外 其實有些隊員要特別來去介紹 像是第一個 之前合作的庫拉皮卡 因為庫拉皮卡算是自身攻擊力特別高 有點類似鐵衫那樣子 其實在於爪娃諾他本身隊伍沒有借王互相衝突的狀況之下 皮卡的增傷效益還是不錯的喔 然後第二個就是艾莉亞 艾莉亞是近期可以取得的卡片 他的技能也非常的好用 而且配合他手移動會轉出人族種族族 實際上你也不用刻意去拉角色服飾就是了 只是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隊伍比較偏龍類體系的話 那你艾莉亞的變身的人類持續回合就沒有那麼多 如果你問我可能還會帶誰的話 那我再來考慮的可能是 之前合作的假面騎士Block 又或者是夢幻聖物的黑金拉普拉斯 又或者是光希臘 尤其光希臘的印記必須消除5顆才可以繼續維持嘛 但是佐娃諾的天降就必定會有5顆以上的光珠 算是非常的容易維持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我覺得大聖其實也不錯 三位不錯也算是可以解盾 乍版又有種族珠短CD 那當然隊員千百種你想怎麼帶是 你自己的決定 這邊算是給大家一個方向吧 好了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你認為還有哪些非常不錯的隊員 也可以在影片的留言處留言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